我是Fashion Boy 我不會飛 可是我很會先 大師請坐 各位觀眾 恭喜發財又到新的一年 豬年祝你肥得像豬豆腐 發得像豬頭餅 所謂公水佬就騙你十年八年 你聽我這麼大聲說包你點 好 今天我們有什麼問題 今年療程的印射是什麼印射 今年是什麼印射 今年療程的印射 是什麼印射 這位是誰 是不是已經炒謊 你說什麼我聽不明白 老闆 今年療程的印射是什麼印射 今年療程的印射 今年流行色吧 今年流行色 這個叫珊瑚的紅色 大家可以看到我穿的是新衣服 是呀 只想用一個龍頭魚 同學 炒了他 我孫子買了一件衣服給我穿 新衣服就說 爺爺爺爺 紅色好眼髮 哈哈哈哈 這中間我一穿了 整個好像走路打工那樣 唉 這一集呢 就跟女生說先 因為男生那一集 我那個目咀徒弟 又沒有時間準備 我沒有想說 跟一集我來講女生先 下個禮拜 我們又講男生 新年應該要怎樣穿了 那今天 要教妹子們在新年怎樣穿的IG 未來越富越猛看到你也會很happy 其實要討人家歡心呢 就不一定要穿到整個好像賣保險賣電器這樣的 我知道每個人都想要做個high babe 想要求了嘛 年輕人就愛破洞牛仔褲 可是老人家就不懂他哪裡褲 對他們而言呢 潮是不存在的 他只覺得他露彩 所以你需要的是一件很傳統的糖妝 糖妝配破洞牛仔褲 就好像花田裡犯了錯 老人家看到你那麼懂事 一定會給過的 他一定不會懂 你只是為了騙他好感拿紅包的 這個時候你想要你的洞多大 都沒有人會阻止你的 然後再把你全家最糗的配件都搭上 這種East Midwest的穿搭 非常適合去打卡 隨便咔嚓咔嚓咔嚓 都可以說到不要不要的 小賭儀情的嘛是不是 拿了紅包搖身一遍 變個十三目的look出來 去跟你的親戚聯絡感情 A wise man once said 賭博要穿紅色 因為紅色是一個 讓人家會情緒高漲 很亢奮 無法think straight的顏色 你還需要配上一個網襪 哼 這個時候我只可以用一個成語來表達 就是一網打勁 還不贏到你整個巨討兵獎 木嘴長新年 不可以穿很fashion的 最近就很流行這種blazer blazer的概念 就好像女人的眉毛 有了它 其他什麼都不重要 素顏都可以了的 有一件好的blazer 你下面即使穿這件睡覺衣 都會看起來很文藝 很有氣質的 如果你要走這種氣質路線 我記得你的顏色搭配 要夠mooji 讓它看起來很fast的一種感覺 如果你是比較假白的 你不想那麼窄的話 你還可以再配一下 最近很火的畫甲帽 讓你整個人多一種star power star power 就是一種親和力來的 小孩子看見你 一定會投懷送包 長輩看到你 一定會暗自說 好 好 他們很希望你的兒子 可以把你娶回去當生婆 然後生個孫子給他抱 新年就怕就是老一歲 但是你特地去裝潤又很味 所以不如就直接來個典型的 校園風starter pack 讓你看起來樣一點 所謂的校園風 就是衛衣配藏褲的 但是你又要比那些校園裡面的小妹妹 又多一份女人味 女人味就可以上淘寶去找 找這個仙氣逼人雷四邊高嶺那一搭 顧名思義 穿了你就會自帶仙氣 然後再配你的三分五妹 你就像偶像具裡面的 貴族學校的千金吧 其實穿褲子也可以很有女人味的 女人穿褲 就好像男人傷心也可以酷的一個道理 是沒有關係的是表面上的東西 即使你包的秘密 男生的心 早都屬於你了 我建議你穿這種 看起來很像主犯那種 圍裙的連身裙 因為它優雅 大方又不缺時尚感 選的這種格子要選比較小的 這樣看起來比較斯文的嘛 然後裡面再配一件襯衫 或T恤或長袖衣 都會很好看的 即使你穿黑白色 也可以討他們歡心 因為你身上已經多了一個顏色 就是好媳婦的顏色 我絕對不是在吹水 因為古人說 一個好的媳婦要進的廚房出的廳堂 看到嗎 廚房是排第一的 你不需要很會煮 你只要看起來會煮 就很好了的 如果你新年不想應酬 只想做自己 因為你是一個Panic Girl 你控告會覺得 我上面這些都是亂亂閒在放屁 沒錯 叛逆就像放屁 它就是一個感覺來的罷了 就像自己爽罷了 是不是 就比如說 直接來一個Naruto的配色 藍背城 然後配上你的厭世臉 還有醉拳的步伐 去到附近的Dennis Court 隨便 對唷 都可以睡到飄飄的 整個秋步這樣 結論是 新年就不一定要穿的大紅大紫的 主要是讓人家喜歡你這個妹子 其實就沒有規定 每個人在新年一定要做個乖乖女 你也可以做個假白女的 只要你不是畢詞 我恐告Firm 你可以人見人愛 紅包一袋袋的 那穿衣服 就是要懂得怎麼樣 把自己的個性去凸顯出來 讓自己占盡優勢的嘛 如果你喜歡我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分享兩次 看各位吧 吃吃看也按上來為止 也要記得按我的page 追蹤我的insa 對於我的youtube頻道 這邊公祝大家 新年快樂 豬年 不得好像豬逃平這樣吧 我們下集見 拜拜 來玩 給錢 來來 買大還是買小 五塊你屁 回家了 五大牙 看到沒有 可以 3 2 1 Action 哈嘍先生 這個是你的煎鍋 電視機啊 小哥嗎 喔也對喔 像小哥喔 還是你要講電視 你的電氣到了啦 講 先生 你的電氣到了 謝謝 嗨 走工